近日拉奥新进全球品牌代言人王一博 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拉奥202春夏男装秀 精彩亮相 星光闪耀 全球瞩目一下子上了三个市区 成为首位在一次活动中登上三次市区的中国演员 罗亦威于1846年创办 秉持着一贯高度水准的制作技术 是西班牙首屈一指的时商品牌 也是西班牙皇室御用品牌 其精湛的手工艺技术 产品创新能力在得到全新演绎的同时 融入了现代时尚及文化意识 是当之无愧的品质高奢品牌 这次王一博与罗亦威官宣合作可谓是强强联手 外网媒体炸锅了 国内许多知名时尚博主们也纷纷表示惊喜 粉丝们则对王一博的优秀表现习以为常 因为王一博平时也经常上市区 只是以前几乎不宣传罢了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时尚资源影响力在国内算顶尖了 自出道以来就备受时尚圈青睐 有的人对王一博为何有如此雄厚的时尚资源感到疑惑 其实王一博有这么好的时尚资源 和他实力过硬 业务扎实 全面发展必不可分 还有他高贵的气质与许多时尚品牌的时尚理念非常契合 很适合作为高奢品牌的代言人 以至于王一博可以一手握住香奈儿 一手捧着罗亦威巴黎时装周的邀请也是司空见惯 王一博与罗亦威创意总监合影 王一博身着黑色外套 内里叠穿牛仔衣 卫衣等 极具层次感的穿搭 考验了王一博的身材和时尚感 王一博高高的个子 以及他完美的身材比例 将罗亦威品牌的服装演绎得淋漓尽致 创意十足 给人一种灵动的感觉 王一博穿上罗亦威品牌的蓝绿条纹衬衫 内里搭配一件白色魅搭露出罗亦威够 简约大气却不简单 一眼就能看出王一博穿着的高级感 王一博俊朗的面容 又给这套搭配带来了亮点 二者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 王一博此次与罗亦威的合作 毫无疑问是二者的共赢 网友评价这次的造型 上服装变时尚的秘诀 王一博的脸和身材时尚博主则评价说 王一博这次的造型驾驭起来难度很大 不过王一博展现的很好 而且动态比静态看起来还要好 前卫时尚很典型的结构主义造型 王一博审美品位和时尚掌控力一直很绝 作为一个时尚明星 王一博前途无量 不仅如此 他还是演员 舞者 歌手和赛车手 他还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 在全年超高强度工作的情况下 一显下来就做好身材管理和提升自己 从来不传绯闻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 或致力于自己的兴趣 很多粉丝喜欢他也是因为他的好品格 好性格好心态 总是给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前段时间 王一博凭借其出色的表现 获得了微博电影之夜的年度突破电影人的称号 王一博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 一直在不断突破 在演技上苦苦钻研 他的每一部成功的作品 都是他努力的证明 王一博有着能吃苦耐劳的品质 不管是拍摄热烈《场空之王》 还是拍摄《无名》《维和防暴队》 他都不怕苦不怕累 多次向导演剧组成员请教 努力提升自己的演技 只为给大家带来最好的表演 不少人都被王一博 进步飞速的演技征服了 专家张静芬老师观看了电影热烈以后肯定地说 王一博已经跃升为演技派 不少媒体也表示 王一博在电影中的卓越表现 无疑为华与电影界注入了新的活力 期待他未来更多的精彩演绎 王一博今年出演的追分者受到大众喜爱 编剧温良平认为 王一博所饰演的魏若来 与他心中的魏若来完美融合 因为王一博的外形和整体气质与人物形象十分贴合 他提到王一博呈现出来的人物 赤谱却不失聪明 热血又不失沉稳 王一博成功把魏若来心底有火 眼里有光的过程演绎了出来 优秀的人不管到哪都很优秀这句话 用来形容王一博是很贴切的 王一博不仅在演技上取得长足进步 他在时尚圈的影响力也让人赞不绝口 大家很欣慰王一博能在时尚圈 影视圈等内持续发光发热 不断沉淀自我 创新发展 相信这样优秀的王一博 在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我们下期再见